堂堂东方派的老大竟然半路遭人偷袭 虽然斗光的身手还不错 但也架不住他们人多 这边吴九卓赶到现场 此时老马已经知道 大哥肯定是遇到了危险 一番打斗过后 大哥被他们当场制服 原来是帮派里的小弟背叛了他们 斗光问他们知不知道背叛的下场 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直接放倒 手机也被一脚踢飞 老马判断 大哥肯定是被绑架了 如果是想要取他的性命 根本不会采用这种方式 此时他已经完全乱了方寸 然后来到吴九卓面前 虽然这样说很丢人 但请你一定要帮帮我 我这人脑子不好用 靠我自己根本找不到大哥 老马这几句话真是肺腑直言 他说这人在临死前 总得给他一次善良的机会 美英觉得这事有些不妥 哪有警察去解救黑帮大哥的 可吴九卓感觉这事必须得管 如果他真的死了 黑道上其他头目没人压制 那样很可能情况会更糟 此时李斗光被关在后备箱里 看来他们已经做好了打算 根据吴九卓推测 应该是东方派发生了内乱 李斗光手下有十个副手 分别掌管着十个不同的地区 他们要定时给大哥缴纳税金 所以凶手很可能在这十人里面 目前必须封锁大哥被绑架的消息 再以李斗光的名义 把他们全部召集起来 最后得是老马亲自出面 要知道老马可是东方派的二当家 现在虽然大哥已被绑架 但是他们在老马面前也不敢造次 如果绑架大哥的人就在这十个头目当中 那么凶手的心腹小弟肯定就无法到场 经过排查 小弟没到场的只剩四个 下面开始进行第二步计划 老马说大哥临时外出无法到场 有些事让我代为转告 你们每月缴纳的税金 以后要提高百分之三十 此话一出就要观察他们的反应 对大哥表示不满的可以排除 敢怒不敢言的也可以排除 目前只剩下孙文基 一直是马不在乎的样子 看来他的嫌疑最大 临走时老马把他叫住 说是大哥要我向你问好 文基表示请大哥多保重 看来这凶手一定是他 而且他的心腹小弟东直 今天一直没有出现 老马赶忙打电话通知吴九卓 让他监视孙文基的动向 果然是被他们猜中了 此时大哥李斗光 就在孙文基的小弟车里藏着 文基命令他 把李斗光送去码头仓库 他会在一个小时之内赶到 岂不知两人的对话 全被他们听了一清二楚 目前他们需要兵分两路 吴九卓跟美英去找孙文基 老马他们三个去码头救出李斗光 美英感觉 就凭他们两个想抓孙文基 好像有点不太现实 原来吴九卓提前联系好了张检 车里一帮打手早就等候多时 老吴带着他们直接走了进来 几个小弟刚想过来迎接 老吴上去就是一枪 所有人不敢再轻举妄动 与此同时 孙文基出现 吴九卓跟他也没有废话 他是因为李斗光而来 这边老马他们已经赶到码头 然后三个人摆好造型 接下来准备大干一场 结果打开仓库大门 里面居然空无一人 刚要跟老吴商量对策 身后就被一帮小弟包围 而且小弟还问孙文基在哪里 这下老马算是彻底整明白了 孙文基背叛了斗光大哥 而小弟东直又背叛了孙文基 他的目的是要把斗光和文基一块干掉 孙文基这边毫不知情 看来今天是吴九卓救他一命 老马最恨的就是不讲义气的混蛋 抓住一个小弟上来就开干 三个人对付他们几个 还是绰绰有余 老马的拳头就是最牛批的武器 李正文还搞了一个小电棍 与此同时 郑太寿错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 这边隐退二十多年的师傅 似乎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他让贤雨再给郑太寿打个电话 可老郑的手机已经被摔碎 那边始终无法接通 师傅决定 这次他要亲自出马 看来是有大事要发生 另外仓库这边已经结束战斗 老马命令东直 立刻放了斗光大哥 这件事咱们到此为止 可目前东直很清楚 就算他现在放了李斗光 自己也不可能活命 斗光大哥还在后备箱里闷着 这时他看到了旁边的手机 之前司机让他接了个电话 然后他把手机装进了自己口袋 好在当时东直他们没有发现 李斗光赶忙打了报警电话 美英接到通知 锁定了电话的位置 老马这边立刻赶往现场 李斗光只知道是黑色轿车 当时也没看清车牌号 吴九卓让他试着从里面打开后备箱 只要后备箱被打开 老马一眼就能锁定目标 可在里面费了半天劲 后备箱愣是纹丝不动 那么现在只能想办法踹掉尾灯 堂堂东方派的大哥 啥时候也没受过这种窝囊气 好在万幸的是 尾灯被他踹了下来 老马在后面迅速锁定目标 没想到突然出现一个热心的老六 告诉他们尾灯掉了 东直这才发现已经被人跟踪 后方车辆躲闪不及 使得老马他们被迫停车 李正文打开车门 发现旁边有辆摩托车 然后单枪匹马就冲了过去 转眼之间追上了东直的车 李正文不慌不忙的走了过来 打开后备箱救下李斗光 可大哥睁眼一看 居然是李正文 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 然后拿着匕首跟了过来 再次想起了那个神秘人的话 如果老马没有杀掉李正文 李斗光必须亲自动手 而且就连老马也要一起除掉 李正文突然转身 斗光大哥上去就是一刀 还说只要你死了 一切都会结束 眼看俩人就要开火 这时老马跑了过来 赶忙把大哥拉走 然后一把抓住他的匕首 人家救你性命 大哥你为什么这样 斗光告诉他 如果你当初听话把他杀掉 根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他说自己也是没办法 截至目前 咱也不知道 什么样的人能威胁到东方派的老大 李正文这才如梦方形 之前老马经常偷看他 原来是有原因的 然后东直他们几个被正式逮捕 李斗光感谢老吴的救命之恩 临走时告诉老马 有把尖刀一直在你背后藏着 希望兄弟时刻谨记 以前基地里面欢声笑语 现在看着一个比一个吓人 李正文想知道 斗光为何要杀他 既然老马你不知情 那我只能抽时间亲自去问 郑太寿给师弟贤雨打去电话 然而对方已经无人接听 目前最有问题的就是吴九卓 美音问他 为什么认识李斗光 因为他调查了李斗光的通话记录 报警电话根本不是转接过来的 而是他直接打给了吴九卓 很显然这个问题老吴不想回答 美音只能过来询问男厅长 吴九卓跟李斗光到底什么关系 还有就是吴九卓当初 为什么会挑选老马他们三个 男厅长问他 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有等级之分 什么样的等级就该知道什么样的事 至于你等级之外的问题 最好是不要打听 这边吴九卓陷入了沉思 当时李斗光在后备箱里 的确把电话直接打给了他 李正文还在想 斗光为什么要杀他 老马这边也是睡不着觉 大哥说 他的背后一直有把刀子 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另外郑太寿这边 手里还拿着李正文的照片 两年前在监狱里 就有人委托他杀掉李正文 几天前又收到了同样的委托 足足过去了两年时间 这个委托他的人到底是谁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他们找到了郑太寿的师父 林中大 咱们先看老郑这表情 那是给的相当到位 他的师父死了 毕竟这是养育他长大的恩师 俗话说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虽然老郑和师父有些过节 但是看到老爷子被人谋杀 他绝对不能做事不管 据说警方在现场发现了凶器 应该很快能给出鉴定结果 可老郑知道那根本就没用 师父被人一刀刺伤液动脉 那是人体的五大主要血管之一 一旦液动脉被切断 被害人死亡时间只需五秒 而且身上没有打斗过的痕迹 可以说是一刀毙命 这种手法只能是职业杀手 他们做事不会带有任何感情 更不会留下任何证据 没有感情就不会受伤 因为不带感情也就毫无罪恶感 之所以老郑分析的如此透彻 因为在杀手界 他也是排行前五的高手 这时吴久卓收到一条短信 然后告诉大家 等一下可能会遇到一个人 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 原来张俭已经在基地等候多时 目前他已经完全取代了男厅长的工作 这也是他第一次过来和几个人见面 说老马的拳头看着好厉害 让他今后多抓几个坏蛋 说郑太寿最近表现不错 希望他继续努力 然后重点关照的就是李正文 看到他 李正文陷入回忆 三年前 这人给他做过心理变态评分 满分40 李正文得分38 张俭问他最近过得如何 让他千万别忘了当年在怀炎洞的事情 如果连害15人都能忘记 那你说到这儿 吴久卓突然开口 让他适可而止 然后张俭来到老吴面前 他说你别害怕 咱俩之间的事我不往外说 看来这吴久卓是有把柄在他手里 然后张俭宣布 杀害郑太寿师父的凶手已被找到 因为在现场的凶器上发现了指纹 所以凶手就是这位贤鱼 可贤鱼是郑太寿的师弟 老郑知道这绝不可能 等他来到贤鱼的家里 现场已被警方包围 他的师弟贤鱼死了 而且还是引体向上而立焚 首先来说 贤鱼不可能杀害师父 再有就是下个月他就要结婚 更不可能 但他只能保持冷静 这时贤鱼的女朋友跑了出来 早已经哭成了泪人 他告诉老郑 他们前天还在策划婚礼应该如何进行 郑太寿向他保证 他会堵上自己的一切抓住凶手 因为上次他们俩人见面的时候 老郑发现贤鱼居然装上了甲鱼 贤鱼说是大师兄中硕做的 还让老郑以后要多加小心 现在看来师父跟贤鱼的死 应该都跟松硕有关 郑太寿告诉吴久卓 贤鱼不可能是凶手 马上就要结婚的人 更不可能会立坟 如果你还想活命 这件事千万别碰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真正的凶手有多么可怕 随后老郑来到旗馆 找到他们杀手这行的中间人 这个所谓的中间人杨叔 就是在江湖上 谁跟谁有仇 然后出钱委托他 让他去找合适的人执行任务 郑太寿是想过来打听中硕的下落 可目前这杨叔已经退休 所以这中间人 换成了一个名叫金道直的年轻人 另外吴久卓跟美英 在闲雨的房间里 找不到任何他杀的痕迹 很明显房间是被清理过 甚至连个指纹也没有留下 可越是这样 老吴就越是感觉有问题 然后拿出一瓶卢米洛开始测试 最终地板上发现了被擦拭过的血迹 因为贤雨被害之时 在这个位置挣扎过 吴久卓顺着血迹往前找 最后在桌子下面发现一张照片 然后拿出一看当场震惊 又是李正文 看来贤雨的死也跟李正文有关 突然美英赶到 老吴急忙收起照片 刚才监控小组打来电话 案发当晚 有一辆查不出信息的车子 直接停在了贤雨家楼下 加上房间里被处理掉的血迹 基本上可以断定 贤雨的确是他杀 但是发现李正文照片的事 吴久卓对美英只字未提 此时老马跟李正文过来 调查案发时的监控 现在他们俩人之间的关系 已经发生了变化 毕竟老马的大哥 一心想杀掉李正文 而李正文也不知道 自己哪里得罪了他 所以俩人经常是剑拔弩张 结果老马刚离开房间 几个小弟就走了进来 又是李斗光派来的人 老马赶忙上去招呼 看来大哥还是不想放过李正文 几个小弟被解决之后 老马决定带着李正文 亲自去找大哥问个清楚 另外郑太寿这边 已经锁定了那个中间人的位置 原来前几天 委托他杀掉李正文的 就是目前杀手界的中间人 金道直 酒店里哥们刚洗完澡 然后开门一看 老郑已经等候多时 结果转眼就躺在了浴缸里 老郑先给他洗个澡 让他清醒一下 然后想起什么 让他自己说 几天前 有人委托他除掉李正文 还特意点名 要找郑太寿动手 至于那个人 为什么要挑选老郑 具体原因 当时他也没有多问 后来被老郑当场拒绝之后 他就把杀掉李正文的任务 交给了钟硕 还有贤宇跟老郑师父的死 他感觉应该也是钟硕做的 因为老爷子知道 钟硕接了任务之后 非常生气 还特意给他打了电话 询问详情 后来人死了 也劝老郑 最好不要插手此事 反正李正文一死 一切都会结束 如果你非得要管 那就最好 时刻守在李正文身边 与此同时 老马过来询问大哥 为什么 就非得抓着李正文不放 大哥表示 不管你信不信我 刚才那几个小弟 也不是我派去的人 李正文的问题 他已经决定不再插手 此时的李正文 正在楼下等着消息 突然有人经过 上去就是一刀 等他反应过来 那人已经消失不见 幸好老马 把他及时送往医院 郑太寿得知消息 也赶了过来 只差三公分 没有刺到肺部 凶手还把刀子 扔到了现场 而且上面留的是 老马的指纹 如果李正文当场死亡 这个黑锅 老马就背定了 郑太寿表示 两年前在监狱里 他就接到过 暗杀李正文的委托 可他一直不知道 背后的人是谁 他感觉 有个人肯定知道答案 结果再次来到酒店 刚才的金道指死了 这时老郑发现了地下的手机 看完最近的通话记录以后 瞬间明白了一切 那个人已经向他 发出了邀请 老郑必须过去 和他做个了断 他让吴久卓 记得保护好李正文 老吴到现在 也不知道凶手是谁 这边一个小弟 正在挨揍 偷袭李正文的是他 结果没有得手 按下贤雨的是他 结果在现场留下了血迹 所以大哥得告诉他 工作时这手法该怎么用 这位就是钟硕 也是老郑和贤雨的大师兄 这边 老郑来到一家商店 根据刚才的电话号码 打了一柱彩票 彩票上的数字 代表着一个地理位置 反正他是怎么定位的 我是没整明白 然后郑太寿跟大师兄见面 两人之间也没有废话 钟硕之所以把老郑引到这来 是想找机会除掉李正文 剩余的吴九卓跟老马 钟硕感觉根本不值一提 一个退休以后的老刑警 一个靠着小拳头横行霸道的混混 就连取笑他们都是浪费时间 老郑告诉他 那是因为你没被那个小混混打过 所以你不知道他的拳头有多硬 与此同时 一名护士来到李正文身边 拿出一支不明药剂 就要给他进行注射 结果被老马一把抓住 老马上去就是一拳 看来这帮人是真不知道老马是干什么的 这边两人还在对峙 老郑问他 为什么要杀掉师傅跟贤宇 要说这件事的确和老郑有关 因为几天前 郑太寿拒绝了暗杀李正文的任务 所以钟硕接到的命令是 把李正文和郑太寿一起除掉 后来他们师傅得知了消息 为了保护郑太寿 师傅准备带着贤宇 先去把钟硕除掉 行动之前 贤宇还给老郑打了电话 可不幸的是 那天老郑没有接到 当时俩人更不知道 钟硕此时就在外面 结果刚走出家门 师傅就遭到了偷袭 这边刚想出手 钟硕提醒他 最好还是先回家看看女朋友 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 贤宇刚进家门 一名杀手突然出现 根本就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 吴九卓在现场发现李正文的照片 就是从杀手口袋里掉出来的 所以说师傅跟贤宇都是因为保护老郑而死 贤宇是和他们一起长大的弟弟 老爷子是他们三个人的恩师 老郑问他这样做后不后悔 记得师傅以前总说一句话 杀人容易 但这心里的罪恶感却很难消除 所以钟硕做事从来不带感情 因为杀手是他的职业 他劝老郑也不要想太多 既然目前已经真相大白 接下来就该兑现几年前的约定 当初说是他们俩人再次见面 必须有个人要死 老郑早就已经怒火攻心 俩人瞬间打得不可开交 毕竟是高手之间的对决 他们又是同门师兄弟 一时间很难分出胜负 钟硕手里的弯刀 从来都是形影不离 一番打斗后 俩人总算是分出了胜负 现在的钟硕也一心求死 可老郑已经决定不再杀人 他想起了四个人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那时候的他们还是一清二白 师傅就像是父亲一样陪在他们身边 而现如今 师傅和贤宇都已不在 如果再把钟硕杀掉 那真的就只剩他自己了 在他们四个人里面 师傅决定退隐江湖不问世事 郑太寿主动投案 决定不再杀人 就连贤宇都找了女朋友 过起了平凡的生活 钟硕感觉 既然是家人 为什么你们全部退出 把他一个人留在臭水沟里 之所以把贤宇的一条腿废掉 是因为贤宇自打找女朋友之后 整个人彻底变了 但贤宇却说 不是因为遇到他之后变了 而是变了之后才遇到的他 钟硕感觉自己已经走了太远 他劝老郑赶快回头 回去的路上 老郑想起了朴善真的话 他说自己的老公是个好丈夫 更是个好人 从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 他想知道凶手为什么要杀他 老郑本想过来坦白那件事 希望祈求朴善真的原谅 但这见面之后 还是没有勇气开口 朴善真说 他刚才去了银行 两年前 有人用他的名字开了账户 而且每个月都有一百万进账 说是什么救助基金 因为是留的他之前的住址 所以银行一直没有联系到他 老郑这才知道 原来师父一直在帮他照顾这个女人 原来是他一直错怪了师父 然后坐在台阶上泪流不止 李正文这边总算是清醒了过来 目前所有被害的人都是因为他 这时接到一条语音留言 对方说帮他找到了朱正国 李正文直接拔掉针头 准备立刻出发 因为找到朱正国 就能解开他身上的所有谜团 他按照地址找了过来 朱正国突然从背后出现 等看到李正文之后 他才放松了警惕 两年前 李正文给过他一大笔钱 同一时间 华岩洞有15人被害 被警方认定为凶手的李正文 居然说脑子里没有一点印象 尽管他一直也没有承认 但最终还是被判了无期 因为之前女朋友杨友真 也说过他的脑子有问题 所以这李正文 找过一个名叫朱正国的私家侦探 让他暗中记录自己的生活 直到李正文被判无期之后 那个朱正国一直也没有出现 后来吴久卓找李正文 让他出去戴罪立功 现如今两年时间过去了 朱正国也终于被找到 但是真相却让他大失所望 李正文不但是杀人犯 而且当年华岩洞15条人命 全是他做的 一开始朱正国仅仅只是好奇 他感觉哪会有人花钱来调查自己的 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基本上每个周二晚上八点左右 李正文就会准时出门 然后去悄悄跟踪别人 看着他们回到家里之后 他就会悄无声息的跟进去 一个小时左右才会出来 而被他跟踪的那些人 无一例外全部死亡 案发之后 他还会返回现场查看情况 记得最后一个被害人是个小女孩 好像是刑警老吴的女儿 他问李正文现在还记不记得 而此时的吴九卓就在门外 他说当时李正文差点把他吓死 早知道是这样 给多少钱他也不会接这种任务 李正文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问他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说是小女孩被害之后 李正文返回了现场 后面的朱正国刚想拍照 结果却被他发现了 他感觉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后来还对着他一脸的怪笑 他也是害怕惹祸上身 所以才会躲起来 还有这辆黑色轿车 只要李正文坐上这辆车 当晚必发命案 每次都是一样 朱正国感觉他可能还有同伙 但是从来没见过人 可李正文根本不知道这辆车是谁的 再说就算被他跟踪那些人后来死了 这也不能说明他就是杀人犯 毕竟朱正国也没有拍到现场证据 现在看来 这辆黑色轿车就是目前唯一的线索 两人之间的对话 被吴九卓听得一清二楚 其实女儿被害以后 他就没打算活着 之所以活到现在 就是为了找到杀害女儿的凶手 想到这儿 吴九卓果断掏出手枪 现在是要解心头恨 拿枪打仇人 而此时李正文就在眼前 吴九卓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然后这边突然停住脚步 他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可就在此时 一辆警车赶到 原来是美英找了过来 毕竟李正文不是自由之身 一切行动都要跟领导汇报 张检问他 是不是感觉自己有精神疾病 就可以无法无天 虽然三年前可以帮你脱罪 但现在可不一定 美英完全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然后李正文被继续送往医院 不过这一次 美英居然坐上了张检的车 他想知道张检跟李正文是什么关系 还有刚才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原来三年前 张检是李正文的检察官 那是发生在华盐动案之前的故事 当时的李正文还是一名研究生 那天回到家里之后 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父母已经被人杀害 而两名强盗 还在家里继续翻找之前的东西 李正文一声不响地关上了房门 告诉他们 今天谁都别想走 然后两名强盗被他们成功反杀 那是李正文第一次作案 美英感觉 那也只能算是正当防卫 可虽然话是这样说 不过警方看完现场之后 判定为防卫过当 后来这个案子交给张检处理 张检直接驳回了逮捕令 并且释放了李正文 因为一旦目击了父母被杀的现场之后 任何人也无法保持理性 而且最重要的是 当时李正文被他查出了患有精神疾病 所以在张检的帮助下 李正文被无罪释放 不过后来就出现了华盐动案 李正文杀害15人之后被判无期 所以张检也就跟着受到了处罚 这边李正文被送回医院 而吴九卓已经再次等候多时 他问李正文 当年解决那两个强盗的时候 心情如何 虽然你的父母遇害 但你不用寻找仇人 而我的女儿被害之后 那个凶手被我苦苦寻找了两年 说完立刻掏出手枪 李正文问他 你是不是感觉我真的就是凶手 那么当初你为什么要跟我说抱歉 因为当初李正文被抓之后 吴九卓去看过他 还跟他说了一句很抱歉 总之 李正文是被吴九卓一手送进了监狱 之所以会跟他说抱歉 是因为吴九卓不敢肯定 李正文是不是凶手 直到现在也是一样 这个咱们后期会详细交代 李正文问他 你到底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如果你想得到真相 那就最后再帮我一次 如果你想要的只是仇恨 那么现在就能立刻开枪 女儿的身影不断在脑子里闪现 吴九卓拿着手枪跃跃欲试 最后一刻还是冷静了下来 李正文拿出张照片 让他帮忙查找那辆黑色轿车 吴九卓提醒他 这是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然后转身离开 让李正文感到奇怪的是 他居然没问 查这辆车能有什么用 吴九卓过来调查车牌号 这位警员是昌俊 之前他是老吴的助手 那辆黑色轿车的主人 名叫车正万 而且是一辆非法出租车 不久前还有人举报过他 然后打出一份资料交给老吴 回到医院 两人准备立刻行动 为了不被美英和张俭他们发现 吴九卓拆掉了李正文的电子脚料 车正万一直是个跑黑车的司机 也就是打个电话就能找到的事 毕竟两三年过去了 他让李正文等下确认好之后再动手 哥们接到电话来得相当准时 三年前经常带他出门的 就是这个人 可等他看到李正文之后 立马就愣住了 结果被李正文按在车里一顿毒打 他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都是那个金院长让他干的 现在又出现一个金院长 说是三年前 李正文经常去医院里接受治疗 等每次治疗完毕 金院长都会拿出双倍的车费 让他把李正文送到华岩洞附近 当然有时候也会送去别的地方 可每次都是李正文喊停 他才会停车 但是他说的这些 李正文根本没有一点印象 然后俩人来到这家医院 居然是治疗精神病的专科 李正文看到前台的服务员 总算是找回了点记忆 当时并不是他一个人来的 可就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人是谁 对金院长的印象也是模糊不清 不过现在院长已经换人 吴九卓亮出证件 向他询问详情 据说之前那位金院长 一年前就离开了这里 然后俩人按照地址找了过来 一个混得风生水起的院长 突然搬到乡下这种地方 吴九卓感觉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李正文发现了一张照片 总算是想起了金院长的模样 而且还给过他一颗胶囊 与此同时金院长出现 等他看到李正文之后 拔腿就跑 这明显是做贼心虚 毕竟这李正文有伤在身 已经无法再继续追击 结果老吴上来就是一个过肩衰 这下总算抓住了罪魁祸首 吴九卓被他当场放倒 其实当天晚上 李正文知道吴九卓就在身后 只是不清楚自己什么时候被跟踪的 所以他根本就不相信吴九卓 他准备自己找出真相 地下的老吴差点被他气死 李正文把金院长塞回车里 可刚想转身 发现腿上被扎了一针麻醉剂 金院长知道李正文肯定会来找他 所以早就提前做好了准备 李正文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 这吴九卓倒霉还不算完 紧接着男厅长又出师了 停尸房里推出一具尸体 一名罪犯居然在监狱里死了 他是不久前在下雨天疯狂作案的连环杀人犯 也是当初杀害男厅长儿子的凶手 据说刺在监狱里立的坟 可美英一看 这明显就不是立坟 应该是有人从后面拿绳子勒死的 美英让他们赶快进行尸检 但上面的意思是直接火葬就行 美英问他 那是谁下达的命令 哥们告诉他 那个人你根本就无法直视 最好还是省点力气 少在这里指手画脚 原来这张简一直在门外站着 他告诉美英说 这男厅长虽然是个好人 但有时候做事有些鲁莽 他之所以会代替男厅长的工作 就是为了解决特殊犯罪调查组的问题 说明白点 他要把吴九卓带队的检查组彻底解散 因为他们的方式不合理也不合法 所以这男厅长即将面临倒台 他让美英尽快选好自己今后的靠山 美英临走前张简告诉他 刚才死的那个罪犯 男厅长昨天去监狱里探视过 不管怎么说 现在凶手已经死了 男厅长得过来告诉自己的儿子 可这美英已经对男厅长起了疑心 都说真正原谅一个人很难 不过男厅长感觉 毕竟儿子已经死了 只要凶手这辈子能在监狱好好悔过 男厅长也准备试着放下此事 可俩人见面之后 凶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会在里面好好锻炼身体 等我出去以后第一时间就去找你 而且从头到尾都是嬉皮笑脸 要说他有一点脑子 也不应该过来怀疑男厅长 如果男厅长想把凶手除掉 他根本就不用等到现在 之所以男厅长不解释 是感觉美英不应该怀疑他 反正这张老脸今天算是丢这了 接下来美英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当初会把他派到吴九卓身边 男厅长告诉他 因为你聪明因为你贪心 聪明的人不会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 而贪心的人总会想方设法的达到自己的目的 为了能在肩膀再加几朵小花 更不会在乎别人的感受 男厅长这很明显是在生他的气 可这美英可不这么认为 原来你一直把我当成这样的人 然后转身离开 要知道男厅长自从儿子死后 他可是一直都把美英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咱也不知道这是脑子不够用 还是功利性太重 男厅长刚回家 就接到了美英的电话 让他多保重 这么多年了 男厅长算是彻底养了个白眼狼 而这边的美英 转手就给张检打去了电话 对于美英的加入 张检这边也是非常满意 吴九卓 老马 郑太寿 李正文 四个人里面三个罪犯 一个退休的刑警 这种调查组本就不应该存在 张检告诉他 只要查出到底是谁想除掉李正文 他们的调查组自然就会解散 虽然这美英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主人交代的任务还是得照办 然后美英过来找老马 他想知道老马的大哥李斗光 为什么非要杀掉李正文 老马可不知道美英已经叛变了 他说 记得大哥上次说过 因为李正文当年在华岩洞 害死了他朋友的女儿 这明显是在暗指吴九卓 然后又来到郑太寿这边 从两年前在监狱里直到现在 一直委托郑太寿杀掉李正文的人到底是谁 可老郑根本就不知道 每次都是由杀手界的中间人传话 他也很想知道真相 目前的中间人金道直已死 也许上一届中间人杨淑 应该知道答案 然后美英立刻来到杨淑这里 拿出李正文的照片 直接开门见山 自从跟了张检以后 美英这脾气直线上升 他可不知道老爷子想要他的命 那是分分钟的事 美英知道答案之后 赶忙跟张检汇报 刚才杨淑告诉他 两年前委托他的人 说是因为自己的女儿被李正文所害 这时又把矛头指向了吴九卓 张检听到以后非常满意 其实这就是他想要的结果 然后张检找到自己的心腹小弟 小弟问他 这次咱们又要坑谁 这是吴九卓两年前所在的警队 关于吴九卓碰过的案子 检察院决定全部带走 当年这位昌俊是吴九卓的小弟 所以把他也一块带走 现在所有人都在针对吴九卓 眼看就要抓住嗨死女儿的真凶 李正文跟金院长又不知所踪 现在老吴的处境真是一言难尽 与此同时美英感到 他已经知道了吴九卓所有的秘密 老马正太寿 李正文跟吴九卓之间的恩怨 也被他查得一清二楚 两年前在华岩洞 老吴的女儿被李正文所害 他先是找了中间人杨书 杨书委托了杀手郑太寿 让他在监狱里除掉李正文 可郑太寿没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 后来他又威胁了东方派老大李斗光 让李斗光命令老马把李正文除掉 没想到老马死活就是不干 紧接着他又委托金道直 还是点名必须让郑太寿出马 结果被老郑当场拒绝 没办法 金道直只能把任务委托给了钟硕 让他干掉李正文之后 连接着老郑也一块除掉 虽然这钟硕是老郑的诗歌 只是没想到 钟硕还没除掉李正文 就被老郑成功反杀 美英感觉这一切的阴谋 全是吴九卓的计划 只为给自己的女儿报仇 做了那么多不光彩的事 他问老吴敢不敢承认 此时的吴九卓居然露出诡异的笑容 一段两年前的精彩故事就此展开 那时候的吴九卓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刑警 截至目前华岩洞附近 已经发生第十四起命案 所以吴九卓就被调了过来 现场没有足迹 没有指纹 作案手法几乎一模一样 凶手进门之后突然袭击 一直看着被害人大量出血而死 而且所有的被害人 死后都被剪去了指甲 最后就连尸体也被精心处理过 所以现场完全找不到凶手的任何痕迹 吴九卓的命运 也是接手了这起案件之后 彻底发生了变化 他让昌俊先去调查一下 凶手是用什么擦拭了尸体 昌俊感觉很明显用的是酒精 这根本就不用查 之前的负责人顶不住社会舆论主动辞职 现在所有人都把焦点放在了他们身上 所以根本容不得半点马虎 老吴在记者面前夸下海口 不管背后的凶手是谁 一定会把他缉拿归案 要知道当时的华岩洞地区 可不仅仅只是命案频发 也是东方派闹得最严重的时候 因为各个堂口的老大都在争抢地盘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老马 不管这里是谁的场子 只要他老马来了 是龙你得盘着 是虎你得握着 东方派在老马的带领下迅速崛起 只要能有拳头解决的问题 从来他就没有废话 老马25天帮大哥李斗光 拿下整个首尔 可当大哥问他 想要哪个地盘的时候 老马却没有回答 因为当时的他 已经有了金盆洗手的想法 要不说无巧不成书 那天吴九卓的家里 来了一位钢琴老师 问他有没有考虑过 让孩子出国留学 因为老吴的女儿 在钢琴方面有很高的天赋 他也是担心会影响孩子的发展 可听到这话 老吴就有些为难 虽然在破案是很厉害 但这一个月能挣几个大字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女儿虽然也是很想去 但他并没有跟爸爸开口 老吴想听听女儿真实的想法 可没想到孩子却说 他不想让爸爸受伤 老爸一件衬衫都能穿上十几年 目前还有房贷还 加上日常开销 还有他的学费 已经够忙的了 哪能每件事都能尽如人意 他只盼着爸爸以后早点下班 陪他一起吃个晚饭就行 听到这话 老吴那是眼含热泪 可就在此时 李斗光的小弟到了 东方派老大请他共进晚餐 在这里 吴九卓跟老马是第一次见面 两人擦肩而过 不过老吴已经提高了警惕 进门以后 李斗光热情相迎 但是吴九卓直接表明立场 他不会跟黑道的人有任何来往 毕竟新官上任三把火 李斗光仅仅认为 老吴是想装装样子 然后直接亮出杀手锏 可无二没想到 吴九卓上去就是一拳 这可是东方派的老大 吴九卓表示 今天你行贿这件事 这一拳一笔勾销 至于你其他的不法行为 我会抽时间跟你好好清算 虽然这看起来大义凛然 威风扒面 但吴九卓很快就会知道 现实有多么残酷 关于女儿想出国这件事 老吴跟男厅长开口借钱 可男厅长一听 你别说是五千万 我连五百万都没有 为了给儿子筹办婚礼 把亲朋好友的钱都给借便了 看来俩人混的是一个比一个惨 不过孩子能有出息 总算是件好事 老吴决定 必须想办法让女儿出国 可第一天就接到了一个要命的电话 女儿看到了一条赚快钱的小广告 然后被骗去了酒吧做服务员 后来拒绝之后被人一顿毒打 老吴悄悄的走了进来 看到如此场景根本就不忍直视 女儿问他为什么没有责怪自己 就算打他骂他 他的心里也会好受一点 但女儿为什么这样做 老吴心知肚明 出国的钱他会尽快准备 让孩子不必再担心 可女儿已经决定了放弃 他目前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现在他已经一清二楚 越是追逐梦想 现实就会变得越悲惨 所以他决定放弃 不会再让爸爸担心 这边当事人还在坐着笔录 此时的吴九卓攒了他的心周友 他感觉是这个混蛋 让孩子放弃了梦想 压制心头的怒火 总算是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几个民警合力才让他冷静了下来 老吴不明白 为什么有人没有钱 就要活得如此狼狈不堪 又是好酒好菜好招待 不过这次的吴九卓 看起来判若俩人 也许这就是现实 关于李斗光的一切不法行为 老吴都可以让他一笔勾销 但是有个前提条件 必须得让老马出来顶罪 他给上面也好有个交代 李斗光跟老马是过命的兄弟 只要不是老马换谁都行 吴九卓表示 这件事没得商量 咱也知道 人家老马哪里得罪了他 李斗光心想先把他稳住再说 然后拿出之前的五千万 告诉他 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 截至目前 吴九卓身上没有半点污点 也就是拿了这箱钱之后 他的人生彻底发生改变 老马的父亲是家洗衣店的老板 临走前 老马给家里放些钱 说过几天就会回来 不过老爷子始终也没有抬头 但老马可不知道 就这一去 直接就被判了28年 吴九卓受贿的事情告一段落 现在开始查找之前的凶手 据说凶手处理尸体 并不是用的酒精 而是用的白眉油 这种东西 普通的加油站就可以买到 很多取暖的火炉 就是用的这个 可现在是大热天 所以就很少有人去买 他们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 把附近在加油站 购买过白眉油的人做了统计 然后再跟近期的案发现场 周围的监控做了比对 最后终于被他们锁定了目标 吴九卓带队直接来到嫌疑人家里 女孩刚打开房门 一帮人迅速冲了进去 吴九卓问他 李正文在哪里 这位就是李正文的女友杨有珍 这边刚走出房间 就被一群人包围 这也是吴九卓第一次跟李正文见面 然后二话不说就给带进了警局 在没有拘捕令的情况下 他们只有48小时 他让李正文最好是快点交代 结果李正文被他问得一脸懵 大热天去买白眉油 是因为他的女朋友杨有珍主攻油画 白眉油可以用来清洗颜料 所以用它保养画笔就很方便 但紧接着要命的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14起命案现场周围的监控里都有你的身影 这个问题李正文无法回答 因为他根本就不记得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吴九卓听完就笑了 伸手关掉了监控 来到李正文面前就开始动手 一张接一张的照片放在桌子上 让他好好确认 要说这吴九卓 你就那么确定是他李正文做的吗 然后过来跟男厅长汇报工作 李正文每次都会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 大热天的去买白眉油 间接证据已经很充足 因为现场没有确切的目击者和物证 所以只能等他自己开口 男厅长表示 这是他负责的最后一起案件 让他们俩人多上点心 然后杨有珍来到警局 他想知道李正文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他的话和李正文的说辞一致 之后老吴给李正文用上了测谎仪 当问李正文有没有杀过人 这边回答有 屏幕上显示真实 很奇怪 这怎么就突然又承认了 但紧接着 这位牛某是你杀的吗 里面回答不是 屏幕显示真实 14个被害人全问完了 李正文全部回答不是 而且屏幕上显示的全是真实 可吴九卓还是不依不饶 仿佛他就认定了李正文是凶手 现在不是在想办法寻找真相 好像是在想办法如何让李正文开口承认 然后根据调查 李正文的确杀过人 一年前两名强盗入室抢劫 害了他的父母 所以李正文反杀了他们 这么看来 刚才用的测谎仪应该没问题 不过当时的李正文 被查出了有心理变态的征兆 所以老吴打算 先去找当年的检察官问个清楚 可昌俊担心的是 把李正文放了 他会不会跑路 但截至目前48小时已到 没有证据 他们无权继续关押 可就在此时 吴九卓的女儿出现了 因为后天安儿就要出国 他想过来跟爸爸多待一会儿 妇女二人正在闲聊之时 刚好就被李正文看到 还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 你女儿真漂亮 这句话变成了老吴的心病 第二天 老吴把张俭约了出来 李正文反杀两名强盗的案子 张俭是主要负责人 老吴想跟他也了解一下情况 这边女儿回来之后 桌子上已经做好了饭菜 刚想尝一口味道如何 结果外面的门铃响了 等走过来才发现 房门居然是开着的 紧接着就被人一把勒住了脖子 凶手没有丝毫犹豫 就这样 孩子当场丧命 等吴九卓赶到家里 门口已经被警方包围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是真的不敢去想 最终孩子的尸体被丢在了门外 这一刻 吴九卓感觉天塌地陷 大雨中抱着孩子的尸体 万念俱灰 转眼十天过去了 但老吴一直没给女儿下葬 男厅长过来苦苦相劝 回想到老吴突然暴怒 他感觉 女儿是因为自己的无能 才会遭人暗杀 毕竟他们是多年的好兄弟 男厅长也是感同身受 可此时的吴九卓 已经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来到停尸房再次看到女儿的尸体 拉起孩子的手 这才发现也被剪去了支架 跟之前的案件一模一样 也是用白眉油处理过尸体 他甚至都联想到了 李正文在现场的样子 吴九卓已经顾不上许多 进门就开始动手 现在 他的脑子里只剩下复仇 然后一把掏出手枪 尽管李正文还在解释 可对老吴来说 那全是废话 幸好昌俊及时赶到 这才没让悲剧发生 李正文算是倒了血霉了 这件事直接惊动了上级领导 关于吴九卓的疯狂举动 他们决定让老吴停止反省 但这些对于他来说 已经毫无意义 只要活着 就得给女儿报仇 而且还认定了 凶手就是李正文 李正文的女朋友杨友真 这天刚来KTV上班 发现客人居然是吴九卓 杨友真多年前父母离异 妈妈死于癌症 这些全被老吴查得一清二楚 一心想画画的他 但是经济实力不允许 所以才会来这里上班 而且还预支了一大笔钱 现在凡事都要听命于老板 但是吴九卓可以帮忙解决所有问题 只要能配合他对付李正文 就再也不用来这里上班 还可以还掉所有的债务 面对如此之大的诱惑 此时的杨友真居然心动了 回家以后开始制造案发现场 之所以不能给李正文定罪 那是因为没有直接证据 但如果出现了幸存者 那可是要比什么证据都有用 然后杨友真一瘸一拐地来到警局 说是李正文差点把他杀掉 这样一来 杨友真就变成了被害人兼证人 也是唯一的幸存者 法庭上杨友真出庭作证 说是李正文亲口告诉过他 华严栋的命案全是他做的 因为警方没有证据 所以才不能对他下手 李正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面对李正文的质问 杨友真根本就不敢回答 紧接着当庭宣判 李正文无期徒刑 现在一切尘埃落定 吴九卓终于达到了目的 然后把一箱子5000万现金送给了杨友真 尽管李正文被判了无期 但这还不算完 吴九卓找到杀手界的中间人杨书 让他在监狱里找人除掉李正文 刚好那时郑太寿主动投案自首 老郑可是杀手界的头号人物 也跟李正文关在同一所监狱 想除掉他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在李正文临死之前 老吴必须要听他亲口承认 他就是凶手 如果李正文真的不是害死女儿的凶手 老吴害怕自己会撑不下去 这件事过去之后 吴九卓一蹶不振 等他彻底冷静下来就开始思考 当初为什么就认定了李正文是凶手 是因为他买了白眉油 还是因为在现场附近的监控里拍到了他 可这些证据根本就说明不了什么 可能是因为他说了一句你女儿真漂亮 但是现在老吴开始怀疑 当初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也许他一句话没说直接走了出去 到底是什么让他变得疑神疑鬼 吴九卓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好几个月 最终还是来监狱探望了李正文 他说杨有珍感觉很对不起你 其实这句话是他发自内心想说的 但如果说成自己 他又感觉会对不起死去的女儿 这就是两年前 花言动案的所有经过 这下美英算是听了一清二楚 不久前 吴九卓又把他们三个弄出来执行任务 所以李正文才会在去往基地的路上打伤预警 第一时间跑到杨有珍的家里找他对质 之所以把他们弄出来 吴九卓是想彻底了解李正文 想知道他是不是华言动案的凶手 如果真的是 那他到底有没有杀害自己的女儿 直到他们俩人找到金院长之后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 李正文又来了一个突然袭击 然后直接把金院长带走 老吴不知道他是想自己寻找真相 还是想杀人灭口 所以他李正文的嫌疑还是不能排除 其实吴九卓并不知道 现在李正文已经被金院长囚禁了起来 吴九卓表示 两年前在监狱里 他的确委托的杨叔除掉李正文 不过郑太寿一直没有下手 但是近期以来 委托李斗光让老马除掉李正文的人不是他 委托金道直让郑太寿除掉李正文的更不是他 说完吴九卓就要起身行动 但美英告诉他 恐怕你现在哪都去不了 因为他已经做了全程录音 紧接着张姐的人赶到 老吴这才明白 看来美英已经背叛了男厅长 但是就这两个人 老吴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这时美英从背后拿出了手枪 吴九卓告诉他 等抓住李正文会主动过去投案自首 让他好好反思一下 这样做能不能对得起男厅长 不过人家美英已经想清楚了 当初吴九卓为什么认定李正文是凶手 是因为你收了李斗光五千万的黑钱 违背了自己的良心 所以你才会想尽快找到凶手 用来减轻心理的罪恶感 加上后来女儿被害 让你彻底失去了理性 所以真相已经变得不再重要 老吴告诉美英 一个随时都能叛变的人 没有资格谈论别人的人生 然后转身就走 吴九卓刚要去寻找李正文的下落 收音机里开始播报 东方派老大李斗光死了 咱们都知道他老马是个狠人 可今天自己的大哥居然被人谋杀 一旁的张姐告诉他 可能是李正文做的 因为在案发前的监控里 拍到了他的身影 而且现场还有打斗过的痕迹 房间里到处都是他的指纹 加上他们俩人之间有过过节 基本可以肯定凶手就是他 可他李正文目前还在金院长这里关着 然后伸手一摸 居然满手都是血 几个小时前 他被金院长灌了一嘴的胶囊 当时被绑着四肢完全无力反抗 等金院长离开以后 他的意识逐渐变得模糊 恍惚间来到了一处酒店 好像还看到老马大哥的身影 但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李正文一概不知 就在这时金院长走了进来 看到李正文已经清醒 赶忙跑过去拿起电棍 把李正文再次电晕 这边老马还在看着大哥的尸体伤心 美英感觉 目前只是推测 也不能一口咬定 就是他李正文做的 可张姐要的只是结果 只要能让老马知道 是谁杀了他大哥就行 郑太寿也被人从监狱里带了出来 目前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张姐直接把他们带到楼底 老马的仇恨值已经拉满 先放一边 现在开始给郑太寿洗脑 张姐告诉他 不久前金道直找你杀掉李正文 其实背后的主谋就是吴九卓 后来被你拒绝之后 吴九卓又让金道直把任务交给了钟硕 命令钟硕把你和李正文一起除掉 所以你的师父和师弟贤雨 也是为了保护你才会丧命 也就是说 吴九卓才是你最大的仇人 老马想给大哥报仇 就去找李正文 郑太寿要给师父报仇 就去找吴九卓 现在咱们处于非公开调查阶段 所以找到他们之后 可以尽情发挥 张姐这些话可真为是丧尽了良心 美英这才感觉出了问题 如果他们真把人给杀了该怎么办 张姐告诉他 现在男厅长已经倒台 我就是你的靠山 郑太寿来找杨叔 让他帮忙一起寻找吴九卓的下落 吴九卓害他失去了亲人 这笔账必须得找他清算 这边老马已经召集了东方派的弟兄 大哥对他恩重如山 老马又是重情重义 所以他李正文的命 老马是要定了 李正文的照片 下面的小弟人手一张 只要他逃不出首尔 两天之内必须把他揪出来 很快有个小弟发现了目标 老马立刻跑了进来 结果刚准备动手 这才发现原来认错了人 这边李正文被人用冷水泼行 然后几个小弟过来 准备把他带走 金院长告诉他们 尽快把李正文解决掉 别再让他到处招惹麻烦 可李正文根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 就这样 他被几个人直接带上了车 老马的一帮小弟还在外面发寻人启示 胖子无意间回头 李正文在车里一闪而过 可算是被他们找到了 前面又刚好遇到了红灯 几个人迅速把车子包围 胖子还没来得及开口 里面的司机直接就是一脚油门 让他趴在车上来了个空中飞人 这时李正文在里面开始动手 把司机电晕之后 汽车瞬间失控 直接撞上了路边的防护栏 李正文从车里下来 已是筋疲力尽 可没想到 老马的小弟紧随其后 截止现在他才知道 老马的大哥李斗光死了 这时又把罪名算在了他头上 然后撒腿就跑 李正文直接跑进一家酒店 随手拿了一张房卡 一瘸一拐地走了上来 转眼之间 几个小弟已经赶到 李正文立刻开始布置陷阱 等他们走进房间 发现这浴室里有情况 好端端的地下怎么会有水 他从里面一把摔碎台灯 外面的几个小弟当场被电晕 咱也不知道这有没有那么大威力 不过好歹算是逃过一劫 等老马赶到现场 三个小弟昏迷不醒 李正文已经不知去向 现在男厅长算是彻底倒台 张俭的意思是 让他把所有责任全部推给吴九卓 美英也在一旁跟着搭话 男厅长表示 就算他犯了错 但终归也是人 是不是在你张俭眼里 没有了利用价值 就得把他当成垃圾一样扔掉 张俭尴尬一笑 然后转身离开 男厅长突然叫住美英 问他有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 现在的吴九卓 一心想要找到李正文 这让昌俊帮他到处打探消息 可刚说没几句 发现电话里的声音不太正常 因为郑太寿一直在后面监视着他 而且杨叔在车里 监听了他们的对话 毕竟他是多年的老刑警 吴九卓立刻离开现场 李正文的女朋友杨友真 是他吴九卓最后的一张牌 这边刚想回家就被老吴叫住 很快李正文就接到了杨友真的电话 说是两年前受到了吴九卓的威胁才会那样做 现在想要当面解释清楚 看来杨友真是想彻底把李正文吭死 这时跟老马的小弟擦肩而过 老马这边接到通知立刻行动 郑太寿这边也锁定了吴九卓的位置 等李正文来到杨友真家里 吴九卓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上去就是一圈 直到现在他都认为是李正文害了他女儿 李正文问他 两年前为什么要威胁杨友真害他入狱 吴九卓反问 你为什么要杀害我的女儿 这边还是那句话不记得了 这句不记得了整整说了两年 那你就永远别记得 结果刚想动手 老马上去就是一圈 因为李正文的命是他的 这边好不容易站起来 又被郑太寿一圈放倒 老马在上面对付李正文 问他为什么杀了自己的大哥 郑太寿在下面对付吴九卓 说他害死了自己的亲人 这四个昔日的好兄弟 在张简的挑拨下彻底反目成仇 李正文还是那句话不记得了 这句话就连老马都听腻了 准备给他来个痛快 可拿着刀子比划了半天 还是不忍心下手 你说好端端的一个人 怎么就能不记得 哪怕你说出为什么要杀他也行 可他李正文是真的不记得 看起来又不像是说谎 这边吴九卓也被打个半死 郑太寿问他 到底有没有委托钟硕去杀人 吴九卓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反正解释完没人相信 他让郑太寿赶快动手 结果这边拿着枪比划了半天 也是不忍心 然后四个人准备一起寻找真相 回到车里 个个都是心事重重 这边吴九卓接到男厅长的电话 开口第一句 他感觉就很不对 男厅长一边捂着肚子一边说话 他说我们到底是人还是野兽 他突然感觉 暴力是野兽的法则 非暴力才是我们人类的法则 他让吴九卓不要继续寻找真相 这件事到此为止 他希望老吴今后 能用人类的方式善终 吴九卓想知道他到底在哪里 可男厅长说完以后 欲试藏词 两个小时前 男厅长跟张俭在一起 张俭突然造访的目的 是想告诉男厅长 一件关于自己的秘密 四年前他的老婆被人杀害 抓住凶手之后 从起诉到判刑 全程都是他一手操办 最终凶手被判了无期 等事情过去三个月以后 他去监狱里查看凶手的情况 想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真心悔过 结果令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凶手那副得意的嘴脸 让他永生难忘 那时候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居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然后就产生了一种疑问 明明犯错的人是他 为什么受到惩罚的人却是我 后来他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让凶手去坐牢 也仅仅是把他隔离了起来而已 他要使用自己的方式 让那个混蛋受到真正的惩罚 所以张俭亲手杀了那个凶手的妻子 等再去监狱看他时 之前那副得意的嘴脸已经消失不见 这才是他张俭想看到的样子 他感觉那样才算是真正的惩罚 此时男厅长已经发现了问题 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告诉他 张俭表示 临死前总得告诉你点真相 结果男厅长刚站起身 张俭上去就是一刀 紧接着又是一刀 男厅长就死下线 等吴九卓按照定位找到这里 老大哥早就死去多时 根本就没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转眼之间已被警车包围 看来把时间都给算好了 张俭一马当先走了过来 他问吴九卓为什么要这样做 很显然这是栽赃陷害 张俭表示 有什么话回警局再说 让人把后面的三个也一起带走 然后把现场交给了车市长 李正文这才知道 把他从金院长那里带出来的 原来是张俭的人 现在车市长准备跟老郑比划几下 后面的小弟一拥而上 老马立刻加入战场 郑太寿跟他打得不可开交 老马这边还是一拳一个 吴九卓开上车子横冲直撞 毕竟他们人多势众 两人上车以后迅速离开了这里 老郑和老马身上都有电子脚料 张俭让美英马上锁定他们的位置 此时美英还不知道 男厅长已经死了 等他们按照定位找过来 看到的也只有电子脚料 美英这才想起来问 他们几个到底杀了谁 转眼之间看到了男厅长的尸体 男厅长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女儿 想着想着已经气不成声 美英表示 一定要把他们四个抓回来 然后一个人来到现场查看情况 这是男厅长经常过来钓鱼的地方 看到旁边的汽车 美英突然想到 如果男厅长的车子 当时也在这个位置停着 行车记录仪应该是拍得很清楚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里面的内存卡已经被人取走 而且是张俭亲自过来拿的 美英这才感觉到 这件事有问题 与此同时 张俭召集了一帮刑警 可以说这些人 多少跟他都有些私交 接下来 张俭准备放出终极大招 地方警察厅南秋贤厅长 昨天凌晨两点左右被人谋杀 凶手目前下落不明 警方已经锁定了四个嫌疑人 第一位吴九卓 49岁 两年前还是重案一组的组长 另外的三名同伙 老马 郑太寿 李正文 这三位全是监狱里的重刑犯 不久前被吴九卓私自放出监狱 其真实目的不得而知 应该是男厅长掌握了他们的犯罪证据 所以才会惨刀毒手 目前距离案发已经过去12个小时 三天之内必须将他们抓捕归案 届时下面有人开口问 必要时候能不能用枪 张俭表示不仅可以用枪 而且必须使用实弹 对付这种野兽 绝对不能心自手软 与此同时 美英感到 问他为什么要取走男厅长车里的内存卡 张俭说 是卡里没什么东西 所以就给销毁了 可美英知道 行车记录仪肯定是拍到了案发过程 私自销毁内存卡 这是别有用心 另外 他们四个根本就不是凶手 他们是案发过后才去的现场 看来这凶手是另有其人 听到这话张俭就很不耐烦 让美英闭嘴 吴九卓他们四个的通缉令开始疯狂的印刷 四个人的头像贴的到处都是 各大媒体电台以及报纸上 全是他们被通缉的消息 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 吴九卓算是彻底变成了过街老鼠 只能是尽量不被人发现 他们现在不仅要对付张俭 还要想办法揭开李正文身上的谜团 这两年以来 到底是谁一直想要把他杀掉 还有老马大哥被害的现场 为什么会出现李正文的身影 那天李正文被金院长灌了一嘴的胶囊 之后就失去了意识 等清醒过来 就发现满手都是血 现在当务之急 是先找到金院长再说 这时吴九卓走了进来 他感觉李正文的话根本就不可信 因为他还在认为 是李正文杀了他的女儿 一言不合 吴九卓就想动手 结果被老郑一把拉住 如果再这样逗下去 他们四个都得死 然后一起出发寻找金院长 老马感觉 人家应该早就跑路了 这时前面刚好遇到了红灯 李正文无意间转身 金院子的车子在眼前一闪而过 老马赶忙掉头追了上来 可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 转眼之间 金院长被带到了张俭面前 他想知道李正文又怎么了 张俭告诉他不必担心 在这里会有人全天保护你的安全 事情很快就会过去 最后警告车市长 不准任何人随意进出 现在金院长被他们保护了起来 如果硬闯的话 看起来有些难度 这时李正文给美英打去了电话 首先告诉他 男厅长是被张俭所害 现在没时间解释太多 如果你想知道真相 现在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金院长正在房间里 看着四个人被通缉的信息 这时整栋大楼突然停电 然后金院长接到美英的电话 美英告诉他 李正文已经闯了进去 咱们内部好像有他的同伙 所以你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走廊的尽头有个逃生电梯 就算大楼停电 那里也可以正常使用 地下车库已经备好了专车 会把你尽快送到张俭身边 现在还不知道那间是谁 所以谁的话也别信 金院长来到地下车库 发现果然有辆车子 与此同时 车市长赶到 告诉他 你现在最好哪也别去 听到这话 金院长撒腿就跑 一帮人在后面玩命的追 结果刚打开车门 被李正文一把拉了进去 老马迅速发动汽车 就这样顺利完成任务 抓回来之后 还得先教育两下 金院长表示 反正我是什么都不会说 你们要是还想活命的话 最好是把我放了 赶快跑路 因为那个人一定会来救我 但凡遇到这种问题 一般都是老郑出手 结果刚举起锤子 这边立马认怂 李正文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五年前 金院长的老婆被人杀害 张俭是负责那起案件的检察官 虽然最后给凶手判了无期 但从那以后 金院长就开始一蹶不振 整天像个废人一样消磨时光 没想到时间过去两年以后 张俭突然登门造访 说他接手了一起很有趣的案子 而且当事人是个心理变态 今后他会拿治疗当借口 把这个人带去医院 还说有项计划 需要金院长跟他一起合作 张俭所说的心理变态就是李正文 因为当时李正文的父母被两名强盗所害 李正文把他们关在房间里成功反杀 可能是大脑受到了刺激 就被张俭查出了患有精神疾病 所以他就打起了李正文的主意 后来经常带李正文去金院长那里 每次都会让他吃下一颗胶囊 说是在给他治病 但实际上是要等他意识逐渐模糊以后 让他去执行杀人的任务 张俭会有指定的目标 再由金院长亲自口述 告诉他姓名和地址 李正文就会听话照做 每次任务都会有人专门负责接送 给李正文吃的是一种违禁品 吃完以后会引发情绪障碍 记忆障碍 像是梦游一样做出异常的举动 所以根本就不会记得发生了什么 听完这话 老马上去就是一拳 作为一名医生 你还算是个人吗 但李正文更在乎的是 接到命令以后 他到底有没有杀害那些人 本来金院长和张俭都感觉万无一失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李正文的下意识拒绝杀人 所以基本上每次都是车市长动手 俩人负责作案 张俭负责清理现场 最后再让李正文出现在监控里 所有的责任都是他的 当年华言动15条人命 和老马的大哥李斗光 全是他们嗨的 而且这其中也包括吴九卓的女儿 不管怎么说 李正文总算是知道了自己不是凶手 可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会选择他 这边的答案只是一句对不起 李正文算是彻底被他们毁了一生 也仅仅得到一句对不起 然后起身就要动手 结果直接被老马拦住 这时吴九卓突然开口 让他们三个赶快出去 李正文的事情告一段落 现在换成了吴九卓 他想知道张俭是按照什么挑选的暗杀目标 据说那时候张俭在华言动任职 和金院长一样 也是老婆被人杀害 而刚好被他负责过的案子里面 有14个全是杀人凶手 张俭感觉把凶手关起来不算是惩罚 必须让他们也体会一下失去亲人的滋味 所以被张俭杀害的14个人 全是监狱里面那些凶手的家属 最后一个才是吴九卓的女儿 虽然她并不符合标准 因为14个人之后 张俭已经完成了目标 之所以每次都让李正文出现在监控里 就是打算完成任务以后 能让李正文揽下所有罪行 尽快入狱 刚好那时的刑警吴九卓 为了让女儿上学 收了李斗光的5000万汇 为了减轻心理的罪恶感 一心想要立功 当时还就认定了李正文就是凶手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们使用了之前那种方法 杀害了吴九卓的女儿 再次嫁祸给李正文 这让吴九卓彻底变成了野兽 死死咬住李正文不放 最后吴九卓利用杨有贞 成功让李正文被判无期 本来以为这一切都会结束 可不久后 男厅长的儿子被杀 为了尽快找到凶手 男厅长私下启用了吴九卓 吴九卓从监狱里带出了三名罪犯 老马 郑太寿 李正文 尽管任务全程保密 可还是被张俭得知了消息 所以就一直在想办法找人除掉李正文 委托李斗光的人是他 委托金道直和钟硕的人也是他 点名让郑太寿动手的人还是他 后来为了不被告发 所以带人解决掉了李斗光 而且还顺便利用了老马 为了彻底扫除障碍 又亲手解决掉了男厅长 这就是整个故事的经过 现在终于水落石出 也是他们所有人都在苦苦寻找的真相 虽然他们都是受害者 但吴九卓最对不起的就是李正文 两年了 终于开口跟李正文道歉 他也没有奢求得到原谅 然后把自己的手枪递了过去 李正文告诉他 都说像我这种心理变态 感受不到普通人的情感 但至少你为什么对我感到愧疚 我心里一清二楚 所以你不可能得到原谅 可华尔虽然这样说 结果拿枪指了半天 还是不忍心动手 临走时还不忘提醒他 咱们跟张俭之间的恩怨 也是时候该清算一下了 老吴很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不管怎么说 他们只有四个人 吴九卓打算把金院长当成诱饵 引蛇出洞 然后给美英打去了电话 说是金院长已经交代了所有的真相 还列举了张俭的种种罪行 明天四点人穿码头不见不散 其实这些话就是故意让张俭听的 因为吴九卓知道 他们的电话一定会被监听 这边张俭差点被气死 还责怪车市长办事不力 这一次他准备亲自行动 目前距离行动开始还有一段时间 郑太寿准备出去一趟 因为他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 调善真刚从外面回来 老郑已经等候多时 刚想问他发生了什么 结果这边当场下跪 终于说出了那件事情的真相 朴汕真的老公是他郑太寿杀的 本来听完还有些不幸 直到老郑说出了所有的细节 2012年6月13号 把他老公杀害之后 又伪造了车祸现场 以及他老公的身高 样貌和年龄 全是分毫不差 朴汕真彻底震惊 但他不知道郑太寿为什么那样做 几年前老郑被人追杀 无意间被朴汕真救下 那时候老郑对他产生了感情 所以朴汕真老公的死 跟郑太寿的师父无关 仅仅是因为老郑看上了朴汕真 老郑的师父得知此事以后 才会追杀他 作为一名杀手不应该儿女情长 后来郑太寿去警局自首 也是为了赎罪 这也是他一直想对朴汕真说的话 这边早已泣不成声 怎么也没想到凶手会是他 老郑不敢奢求原谅 只是想诚心道歉 这种突如其来的真相 让他难以接受 但又无可奈何 郑太寿总算是打开了心结 但事已至此 说再多的抱歉也于事无补 然后四个人集合准备出发 接下来 就是他们跟张俭之间的对决 转眼之间时间一到 吴九卓第一个出现在码头 张俭跟车市长 已经在上面等候多时 老吴故意给美英打电话 说是金院长被关在莫斯号船舱里 让他赶快过去把人带走 张俭听到消息 命令车市长立刻行动 然后带着几十个打手 火速赶往现场 这也在吴九卓的计划之中 他们开始分头寻找 后面的小弟突然被老马叫住 今天的确是一场硬仗 此时船舱的另一头 老郑已经等候多时 气势这一块 被他拿捏得死死的 这时车市长出现 这边船舱里打成一片 张俭还在外面寻找目标 刚好李正文带着金院长出现 张俭立刻追了出来 像是迷宫一样 虽然车市长看上去有两下子 但是跟老郑相比 多少差那么点意思 最后还是被老郑成功解决 可老马这边越打人越多 郑太寿及时赶到 一帮小弟总算是全被解决 李正文的任务也已经完成 成功把张俭引到了目的地 张俭表示 本来想留理金院长一命 但没想到你是那么软弱的人 李正文问他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犯罪是人类的行为 试图把自己的罪行合理化 那一定是个恶魔 张俭微微一笑 因为他不感觉自己的做法有问题 毕竟想要改变世界 必须得先改变自己 他只是让凶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已 同时也让被害人的家属减轻了痛苦 所以必须把他们赶尽杀绝 李正文这才知道 原来心里变态的人 不是自己 而是眼前这位 不过张俭认为 马上一切都会结束 这时旁边的人摘下了头套 哪里是金院长 原来是吴九卓 来到张俭背后上去就是一圈 所有的人都被他所害 还妄想改变整个世界 幸好被李正文及时拦住 张俭也算是罪有应得 临走前 老吴让他看看上面 原来房间里还有监控 整个过程全被美英拍了下来 紧接着美英带人赶到 张俭被正式逮捕 行动前 美英约见过吴九卓 毕竟他们四个都是戴罪之身 想等结案以后 让他们直接跑路 但他们会坦荡地接受惩罚 自我反省 请求饶恕 因为那样 他们的人生才有机会重新开始 四个人大摇大摆地走出船舱 外面已经被特警队包围 就这样美英亲眼看着四个人被捕 关于李正文的案子会被重新审理 现在美英又换了一位领导 不过在调查张俭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处疑点 这个被害人的父亲也是个杀人凶手 本以为他也是被张俭所害 但有证据证明 凶手并不是张俭 还有不久前抓住的那位 在下雨天作案的连环杀人犯 当时李正文审问他时 他也说过不是自己做的 所以说应该还有一个隐藏的凶手 一直没被发现 然后美英接到新的命令来到监狱 重新释放五九桌 让他们再次行动 坏家伙们第一季的故事到此结束 导演是把之前挖的坑全部填完了 我是尽量没有略过每一个重要的细节 好了今天先说到这里 咱们下个故事见